意大利的佛罗伦斯绝对是欣赏文艺复兴艺术最佳的地方 但是如果你想看的是21世纪的街头艺术 那么美国加州的旧金山是最佳去处 旧金山有个区域叫做Mission 那么它是拉丁移民的聚集地 这些移民他们当年流落异乡 在美国讨生活不容易 把这些复杂的心情呢 通通都转为是色彩斑斓的壁画 而且画在建筑物的墙壁上面 这里是全世界户外壁画最密集的地方 像是一个露天博物馆一样 而旧金山政府这几年也发现了 壁画似乎是解决非法涂鸦最有效的方式 因此加入支持壁画的行列 我们带你一起来看看 旧金山 美国西洋文化最多元的城市 世界隔离的游客来这儿 想看碧卡索可以到Dior Museum 当代经典可以到MOMA 但也有越来越多人 涌入旧金山的Mission Tree 欣赏满街的巨幅壁画 这里就像一座露天的博物馆一样 从房子的外墙 车库的卷门 到停在路边的车子 到处都是色彩斑斓 想象力无限的壁画 一条叫做Clarion的小巷 更是街头艺术爱好者必朝胜之处 旧金山的Mission Tree 向来就是拉丁移民的聚集地 当年流落异乡的新移民 透过壁画深刻表现 他们对家乡的缅怀 还有在美国生活的挣扎 种种不安不平 萨尔瓦多的女人抱着孩子 手里撵着写给家乡的信 它的背后是他们向往 能在美国获得的富裕生活 另一头则是受战争所苦的家乡 强烈的视觉反映出矛盾的心情 很多壁画也带有浓厚的政治议题 社会事件 成了这群弱势族群发生的管道 Susan 她是Mission壁画协会的创办人 她从30年前开始 为社区的公共建筑 从学校教堂医院涂上壁画 让新移民的文化成了在地的传统 如今不少建商在Mission盖房子 都会主动找上Susan 我们来到达更多的艺术 人们不太帮助 不太帮助去建筑或建筑 或有时间 和我认为那些需要 同一时间 壁画协会所有的收入都投入教育 社区里的孩子都有免费学习创作的机会 Susan 说 壁画它是凝聚社区意识的好方法 因为不同于涂鸦是违法的个人即兴创作 壁画有一群人在屋主的同意下 一起规划表达一种社区的认同 壁画让街头成了活生生的美术馆 原本每年要花2000万美金 清洁违法涂鸦的旧金山政府 他们决定干脆把钱给壁画家 为遭到涂鸦的建筑画上彩绘 说也奇怪 这一招真的奏效 涂上壁画的外墙 从此就不再遭到涂鸦客的攻击 而Clarion小巷 90年代曾遭毒贩占据 直到附近的居民请艺术家来创作 如今这里成了现代艺术较劲的竞技场 毒贩不来了 因为这里成天挤满拍照的观光客 只是当一个社区太有特色 通常只有一种结果 吸引有钱的新贵进铸 房价霸涨 没钱的艺术家被迫搬离 Mission也没得例外 因此艺术家Mr.Schultz 他这幅作品就道出当地居民的无奈 Mission的壁画风吹日晒跟城市一起剥落重建 主题内容也随着时代在变 但不变的是 艺术家总是追求公平正义为弱势发生的主题